在今天台灣狗狗姐的日子 我們要祝福狗狗家姐快樂 然後每一個主人也跟狗狗 都能夠有非常欲觀的一天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印度聖雄甘地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個社會的水準 取決於這個社會對動物的態度 所以我們第一個目標 大家共同努力 從教育扎根開始 建立一個尊重生命的價值觀 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應該要來建立一個友善動物的社會 那我們等一下我們就用我們的雙手 對 那就是這邊有一個 掌心清順服 指腹清燃壓 我們就看它的毛流的方向 我們就提供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對 那這個動作的話 有效就是降低所有的情緒壓力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就是 手指一跳 指腹跳一跳 解除敏感焦慮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這樣子 對 狗狗姐就是這樣放鬆 那你看 狗狗就會很喜歡的這個動作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會來支持各項創新的作為 來增進動物的福祉 特別是醫療的研究發展 我們通通都應該要來加強 那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要發展 幸福寵物產業 因為現在的寵物啊 不斷的增加 也因此呢 這個產業的產值啊 已經有500到600億之多 因為這個產業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政府有責任 跟我們大家共同合作 來進一步的推動 寵物產業的發展 大家有贊成了嗎 有 大家到臉打拚好不好 好 好嗎 好 好 當台南市長沒有幫狗狗找工作 還有找家庭 好比說工廠 輸文 警察局 學校 都幫他找工作 所以我們大概也找了幾千的工作 給這邊流浪的工作 就不肯verage EN 過程 就不肯定 了 就不能趕下 哇 ื takeaway 還是 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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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